主要包括三类的空间机器人 一个是我们看到这边的是一个仿人型的机器人 是用来给空间站里面的航天员进行一些服务的 去协助航天员进行一些简单的工具和日程的职守 然后我们还有第二类的机器人是这样的一个地面 跟随机器人是一个运行车 这个机器人可以跟随旅航员去进行一些记录和拍摄 能够帮助他进行一些物体的搬运 也能够跟随航天员在运行本来上进行运动 然后第三类机器人就是我们的载轨服务机器人 因为这个载轨服务机器人它比较特殊 它是一种微型的六组吸附机器人 它可以在航天器表面进行一个爬行和监测 在航天器表面之后它能够进行一些简单的维护 这样的话在未来的这个卫星 直见增多的这样一个大出示下面 这样一种分布式的自主化的智能的一个在维护机器人 是我认为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